你們會不會被事情猛兵搞 想要六萬元好痛喔 不知道是大家會有 想要有勸退的感覺啊 可是我們要講點好話 還沒看上期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去看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第六個 廣電系會有花錢嗎 5 4 3 2 哇 一字 一字一字喔 超花錢的 沒有比我們還花錢的 整個事情最花錢的 整個台灣吧 隨便上次真的是校第一名 貴主學校應該是 我們一個學期就是六萬 59885吧 我記得大一的時候 而且那是不是光學費耶 對 我們在學的課程的時候 還要自己花錢 啊 如果你買書啊 你又住宿啊 就是如果你從台北以外的縣市來的話 你會非常難適應 拍片又要另外花錢 對 如果你要讀電影組 真的要想一下 更花錢 對 電影組比電視組更帶花錢一些些 我們每個學期會拍一支片 就是一學期的大作業 一個人就三到五千 如果閉支就另外一回事 然後哩哩哩哩小作業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有時候我們不會 一個人只一學期拍一支 有些人搭的課做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學期拍了三支 嗯 三支劇情短片 對 超累 對 所以又是三支片 都要再各式花錢出去 所以除了學費以外 還有哩哩哩哩 再加上你課程還要花錢 但是學校有器材啦 這是滿欣慰的一件事情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遇到要額外租的狀況 額外租又更貴囉 是你檔期剛好沒有碰到 但說真的我們戲是不是算器材多的啊 跟其他北藝當然一些比 北藝的話應該是跟我們差不多 台藝的話真的很多 所以就是 字星應該算中間吧 中間就是還OK 基本上你要用 基本的東西應該是都可以接得到 但如果是在往 就是其他學校可能文化啊 或是什麼名傳的話 我們就算多的 我聽到的就是這樣 對對對 那其實那世紀網店真的是很重視做的部分 所以你在每個學期基本上不會有拍片機會 從二年幾開始 一年幾沒有 二年訪拍 大一傳記展 傳記展 誰有在拍喔告訴我 他要導演欸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全場只有我一個人真的在拍片 其他人我們就在發展 我根本就連片場都沒有去過 等一下 我們就是全場的其他人 你現在是在說我們在發展 你們真的沒有在發展 你們去片場嗎 傳記的時候 你們有在片場嗎 我沒有 我沒有 你們在幹嘛 拉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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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這真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從大一到大四 我們學會的東西真的是差太多了 尤其在大二大賽的時候 我們的成長速度是用標的 因為那個 也會找出一些雷包 然後淘汰大賽 欸所以後面會剩下來就不是雷包啊 所以 選拔賽的概念 對啊 所以當他大三他就知道 這個人可以找 這個可以找 好啦第七題 欸第八題了 第八題是 認為學費和課程等值嗎 5 4 3 2 輕一色 輕一色 因為四星廣店的學費真的太多了 嗯 就是如果你跟別人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 哇我四星廣店四年下來 背下來的宅真的很高 怎麼會 好那為什麼會覺得課程跟 跟我們的學費不等值呢 欸你 我就覺得我學費也沒有很多啊 然後我 學費沒有很多應該是你個人問題 哈哈哈哈 就我學費很空 我可以週休三天四天啊 四五六六 一學期也要六萬塊 可是重點是因為我覺得 還是沒有學以置用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很划算 就是其實你學會的技能 都是你自己出去學來的 對 其實在四星廣店你要增進實力 就是真的要自己去找管道去學 對 對 那你為什麼覺得不等值 因為 因為大部分的老師都沒有在教我們 真的 關於這一行的東西吧 我說說大部分 當然還是有一些用啦 有很多理論上 理論上的東西 但是理論不一定能夠 真的實 就是實際用上 就算真的我們這一行要出去 當一些什麼新聞記者啊 或是真的做媒體人的話 很多實作上會碰到困難 製作企劃我們需要跟上實事 但是我們學的節目其實都是非常自視的東西 不管是在內容上還是創作上 我們都還沒辦法學到一個 怎麼能夠激發創意的狀態 有時候我們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真的要做一個 很有創意的節目 那真的有創意嗎 我們做出來也是 對 對吧 不要笑同學去突然 對啊 對 不要笑是因為同學在那很好笑 對 因為我們學的真的是 基礎中的基礎 不管是拍攝技巧 或是編劇 就連編劇都算是基礎的 比如說學學三部劇 雖然我其實我算上滿多劇本課 但是我就覺得 就算我真的學完哪些 我也不一定可以學出一個好故事 你看每年上編劇課的人這麼多 可是那個能夠拿出來拍的 沒幾個 真的有在學的演唱嗎 對 其實這方面 因為說廣電系真的學太多東西了 應該說幕後有太多組 我們只能學到基礎 如果真的要進進 必須要跟那個方面的達人去學 才有辦法 因為我們不光是主就有分 導演組 技術組 技術組裡面還有攝影組跟燈光組 然後山莊的話 妝跟髮組跟造型組 其實導演組裡面還有編劇導演歌扣子 還有場記 就是你看 光是職位就這麼多了 但是我們就只能夠學到一些基礎 可是還有一些東西是上面學不到的 例如說場記 或是一些很技術的東西 應該你是感受最深吧 感受最深吧 因為我那時候 然後好像大生的時候有一堂 早夜師來教燈光的基礎 但是那時候就是沒有選到課 專業技術是方便的 真的很少 所以那時候大部分都是 有學長帶 就帶你去外面拍 有真正的燈光師 有實作更快 對對對 四星廣電其實我覺得 最能夠給我的東西是環境 就是這個環境 是大家彼此互相激勵 然後成長的過程 他雖然說 可能在課程上幫助我們不算很多 但是整個環境 比如說同儕之間的想法上的交流 跟那些技能上的交流是最多的嗎 嗯 環境或許沒有學到真的很多 很厲害之類的 但是在人際方面 你可以增加很多 比如說 如果是你想要走隱私產業的話 到業界之後會有很多 你會發現 超多學長姐在做這一行 然後他們就可以提發你 他們會成為你的老師 嗯 我一開始做燈光組其實 那時候就是覺得 學校教的不太多 所以我根本完全不會 就是剛好有學長願意帶 到一直我出社會之後 他介紹蠻多燈光師 讓我認識 所以我才有辦法 像現在做 Freelancer 自由接案這樣子 老師其實也有夜視 也有很不錯的 只是說 不夠多 就是不會到那種 真的不夠多 真的值得那6萬 想要6萬 想要6萬又好痛 我以為過了就不痛了 沒想到還是那麼痛 更痛 腳前回去的時候更痛 因為如果當初 你只是想學一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從外面的課程學 如果你只是花那個學費的話 你不會到這麼貴 可是如果你今天到這個環境的話 你會學很多樣的事情 可是不一定到你真的想學就那樣 好 下一題是 第九題 讀廣電視有前途嗎 錢是工作的錢 有未來的前途 那個錢我舉出來 老闆會幫我辦 我真的舉了什麼 我們先來聊未來 5 4 3 2 都是 H是一半 一半一半 Andy請聊你的工作狀況怎麼樣 那個叫做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終於講對一句中文 我覺得念師心廣電呢 最大的資產就是人脈 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靠學姐介紹進去的 就是在電影產業 然後當然就是在中間 也是累積了不少人脈 所以才有機會再跳下一個 所以呢 有沒有前途呢 還是 就是一定有工作做 只是那工作是你想要的 對 OK Next one 余文 我 因為我是in-house 然後面試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如果是工作室 他其實會對師心廣電出來的 加分會加一點點 因為他們會覺得至少 其實你應該懂得比較多 對 所以他應該還是算有 前面的前的前途啦 那余凡呢 有前途嗎 我覺得一定是有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 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的話 在這方面你可以得到很多人脈 然後有一些不錯的老師 可以帶你學習這樣 目前 對自己工作還滿滿意 待遇也不錯 就是也很自由 但就是拍的時候比較累 就是我喜歡這樣 世心廣電這個 這個算一個招牌啦 傳播相關的工作 只要知道你是世心廣電 他們對你就有一定的信心 其實我是主管就是你學長 也有可能 我的主管現在就也是世心廣電 面是你的就是學長節 還會問你說你畢業制多之類的 對對對 畢字很重要 對畢字很重要 可是我怎麼說 我意外 我意外 但是如果 那時候在影像工作室公眾 他就問我說我畢字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畢字就是差不多 還是要有個可以交出來的作品 對 就是世心廣電四年 你如果有比賽得獎 這是最快 最好的 然後拿到工作的 世心廣電畢業的 那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 就是基本上我們學過的基礎 那他們都會接受 然後進到裡面他還是會教你 那這題就算 應該還算回答二 完結了 對啊 還不錯 就是雖然過程我們不是很快樂 但是接骨還行 那最後一題是 不讀廣電系有機會學拍片嗎 5 4 3 2 有 來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類型 不是讀廣電系 但他們現在在拍片嗎 有啊很多欸 世心就很多吧 倒是經濟系也有 是船館 船館 也有 觀光 觀光啊 那他們都是怎麼 就是繼續拍片這樣子 他們可能本來想選廣電系 結果沒有選上 然後後來就來房廳 廣電系 廣電系的客戶是浮秀 或是雙鼠秀 雙鼠秀 對 所以你只要來世心 基本上你都有機會可以拍片 對 那如果不是世心的畢業生 你之後其實到 比如說 攝影公司 有這種的 或是燈光公司那些 其實他們也不會說 你一定要相關科系畢業 對 其實他們看是態度啊 對啊 我覺得態度 讚很大 肯學就有幾乎 對啊 你真的想做這件事情 他們會看到你的態度 然後讓你學 而且其實就算你不是世心廣電 他們會更願意教你 因為他們會覺得你沒有基礎 所以他教的東西越來越多 對 他會從基礎直接教你 就算其實 我是世心廣電別 我那時候在 當影像工作室的 in-house的編劇的時候 他也是從基礎開始教我 那雖然我都聽過 那我就再聽一次 對 就是一個學習的態度 我公司現在大概 算18個吧 除了我之外 沒有世心廣電 所以其實真的拍片沒有什麼門檻 重要的還是你自己想學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幕後光中 的話是可以考慮這個科系的 好那今天聽完 不知道是大家會有 反而有勸退的感覺啊 為什麼要講點好話 對 黃西很棒 超浮臉 你又更靠我們降到最低 滿分 好那今天就是影片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大家選戲呢 那廣電機真的是 進來前真的要想很多 不要像那位喔 對 真的想清楚再進來 你不會後悔 找完那個學費的時候 會有點心痛而已啦 好啦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按個 讚 讚 訂閱 讚 訂閱 訂閱 幫我按個訂閱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掰掰 帥喔 帥喔 真的在意 不要幫你舒晃 不要幫你舒晃 不要幫你 不會很帥 你們都很帥 沒問題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